請問 除了剛剛在運動 還有我們說說喝咖啡 吃蘑菇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 做什麼是可以提升 新陳代謝率的 有嗎 像泡澡按摩 對我來講都是比較好的 按摩 對 泡澡剛剛有提到一點 對 按摩有幫助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在 偶爾在運動完了之後 你要放鬆你的肌肉 然後你按摩之外 我覺得它可以加 加速它的那個 這是什麼來的 等一下 邱醫師請問一下 在他快喘不過來的時候 還要逼他一直講話 講到說不定 他會不會促進新陳代謝率 效果更好 應該會對不對 應該這麼說 其實剛剛你們這樣運動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這樣說 你們這些人跟潘老師裡面 你們覺得誰 提升新陳代謝的效果最好 誰在管其他人做得好不好 沒有 我剛剛有在看 其實你們做的那個效果 提升新陳代謝比潘老師還要高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猛 對 因為你們不會那個 對 那麼一開始跟著做的時候 一下做這樣很緊張 這個時候 那個促進性的代謝效果 是這樣 是這樣子 所以潘老師他們一定會發現說 有些學生來健身中心 或者學舞的時候 一開始有減肥效果特別好 但是過一段時間以後 減肥效果就挺住 對 也跟這個人家改方法 對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方法 就是換一種舞曲 換一種舞 又改變 又有 對 這就是對 平常我們會 如果說今天他在停滯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加一段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極速的減肥超 就是極速的有氧 了解 對 改變 那請問一下 剛剛Julie姐說的按摩 對 到底能不能促進 像Julie姐 他這個其實你按摩的時候 並不是在促進性成代謝 按摩的時候 並不是在促進性成代謝 應該這麼說 就是你因為運動之後 你身上不是會堆積很多乳酸嗎 對 那乳酸會讓你覺得全身痠痛 這個時候你藉由按摩的方式 把那個乳酸擠出去 藉由他血液循環帶走 對不對 會舒緩你的這個痠痛的現象 不是在促進性成代謝 但是 如果你這個時候喝大量的水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代謝的乳酸 從尿液當中排除 那這樣的話避免乳酸 乳酸是有能量的分子 避免它留在體內 所以它對於減肥是有幫助 所以運動完 所以按摩完我一定要喝大量的水 對 要喝大量的水 幫助把那個乳酸帶掉 跟我們剛運動完喝大量水是一樣的道理 都是很好的 聽說捐血也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你把血就是把我們老舊的血排出來 然後把我們身體裡面一些毒素 不好的東西排掉 那我們身體會在造新的血 那造新血的時候 然後就會提升我們的新陳代謝 你知道我們的紅血球 大概它的壽命是120天 那如果到了那個時間以後 你就算不堅血 它也是會跑到皮脹裡面被分解掉 這樣了解嗎 那捐血的好處就是說 它還不到要代謝掉的時候 你利用外力讓它先流失 那身體會得到一個刺激 它會趕快去造新的血液對不對 那在這個造血液當中 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蛋白質有結構蛋白跟那個功能蛋白 那血球就是一個功能蛋白 加上結構蛋白 兩種兼聚的這個效果 那這個時候製造蛋白質的過程當中 就會讓你燃燒更多熱量 但是並不是那種基礎代謝的提升 不是喔 它只是藉由產新的血液 然後讓你耗掉一些能量 是這個原理這樣了解嗎 了解 那在減肥停滯期裡面 還有沒有做什麼事情 我們可能譬如說示範功倍 然後提升新陳代謝率 對 這個就大家聽了一定很開心 就是怎麼樣 好好的睡覺 睡覺可以啊 對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棕色脂肪多的人啊 他新陳代謝會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現代人呢 這50年來越來越多人 都有肥胖的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都不好好睡覺 睡不好 這樣到解嗎 真的 我們現在在該睡覺的時候 都在夜生活對不對 晚上就光燈在照射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退黑激素就減少了分泌 退黑激素一旦不夠 棕色脂肪就開始萎縮 兩個是關聯的 相關的 對 那棕色脂肪 退黑激素一旦分泌足夠的時候呢 棕色脂肪細胞就會被增召出來 然後數量就會增加 功能就會加強 那我可不可以去藥區買 退黑激素每天吞個兩粒 基本上只要維持正常 早睡早起的習慣 就可以有這個效果 就可以了 對 對 這樣了解嗎 就是睡眠的那個時數要夠對不對 對 時間也要對 那睡眠時數就講到重點 一般是建議一天 大概維持6到8小時是最好 太少太多 6到8 對 對 那飲食方面咧 飲食其實在這個時候 不是單純的少吃 而是要做一些調整 當然我們會因人而異 但是大家都會記得就是 蛋白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也不可以完全沒有澱粉 澱粉的增加與減少 要看這個人的當時的狀況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才邱醫師說的有睡眠 所以適當的睡眠 其實我看過真的有客戶 我把他做什麼的調整之後 他就第一件事就調他生活 他生活睡 他以前只有睡4個小時 後來調整變成7個小時 他單純就睡眠調整 他反而這樣子會變瘦 所以就是生活睡眠是一個很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你這段時間就是 有瘦了 可是就是突破不了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記得運動一定要加強 那如果說你都覺得 我從開始就一直有運動了 可是現在為什麼已經就是 好像沒有效了 那這個就是改變運動的型態 那運動的型態就要請運動教練 給你一個針對你現在的狀況 給予一個意見這樣 好了 既然說到了運動的狀態 太好了 不用講了 太好了 好 接下來潘若迪老師呢 教大家一個是輕輕鬆鬆就可以瘦的運動 騙人 對 其實很多動作 沒有騙人 其實很多動作其實都可以瘦 其實你是不是能夠持之以恆 比較重要 很輕鬆很簡單 在家裡面 我們平常在家裡面 家裡面客廳也好 這個床上也好 只要有任何一個墊子 可以讓自己來 很輕鬆就這樣 好 這個時候 家裡有墊子的同學 請跟著潘老師一起 我們先這樣好了 做腹力挺胆大家都會對不對 可是我們今天不做 我們是用手肘 把身體hold住這樣總會吧 可以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好 怎麼樣取得自己身體的平衡 把身體hold起來 開始hold起來了 腳是要開嗎 這個時候不准放下來 對 腳開你不開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身體平衡 不要讓抱 膝蓋咧 不要讓平衡 哪裡那麼多問題啊 膝蓋 膝蓋在你腿上啊 不要吵枝起來 不要跪起來 不要再問問其樂 時間會延長 請你不要跪起來 好不好 因為紅頭肘蓋 跪起來 待會了十秒 所以我們在鼓十秒鐘 hold住 我hold住 右腳往前 好 左腳往前 退後 退後 前進退後 膝蓋不准碰到地上 1 2 3 4 這感覺可以瘦下半身 左腳再來一次 1 2 3 4 然後下一個動作 看我 看我 右腳 左腳回來 再一次 右腳 左腳 打開回來 你為什麼要倒下去了 我沒出現一個動作 做一下你的動作 我們都放手 好 我們剛才的連續動作 我們做一次 連續的動作 連續 左腳 左腳往前 好 加油 5 6 7 來吧 右腳 左腳 右腳 左腳 打開 並腳 屁股不要翹太高 再來一次 還要一次 為什麼屁股一個比一個高 還要開始 教偉 你們在幹什麼 觀眾朋友 不要看他們 看老師就好 你這樣搞我以後還會上課 你怎麼這樣弄呢 我們再來一次 看老師就好 我們先去 G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8 雙手弄汁 請面帶微笑 好 你真的在拍嗎 你們現在在怕什麼 你剛剛跟我說 我都看你就好 你跟他 你在等到鐵是吧 你說開一點 你剛剛耽誤了很多秒 真的 今天我來做結尾 還沒完啊 同學們不要離開 黃伯伯 碗放下來 好不好 撐在裡面 撐住 我問華你以為坐在這邊 站在這邊就沒事了 我怎麼了 你坐移上 反正坐三分之一 我以為有事 有事 反正對三分之一 把屁股捲起來 來 撐住 好 準備好了沒有 好 好了 把身上撐著 好 朱瑞姐 你以為我瞎了 撐住了 好 今天我們節目就到此告一段了 謝謝所有的同學 希望每天在家裡只有兩招三招門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不要再放下來了 幹什麼 好 好啦 謝謝同學 不要叫他告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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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